那伯豐 所以呢 这个美中下一波角力的战场 也有可能是在香港 而且是可能有金融战的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香港现在它的汇率 还是非常的联系汇率 所以对于美元盯得很紧 过去一年的波动 大概只有一%左右 可是我们如果看人民币的话 过去一年它的波动就相近 贬值了9% 相对于人民币这么大的波动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 美元的指数的话 它过去一年 大概波动也只有3% 所以人民币的确目前来看 是有在打汇率战 或是货币战争的趋势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 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 其实对它的产业 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 而且它现在如果我们 从线图上来看 它的确是守在一个 7的这个关卡 但是看起来 今天那个人行的那个 易刚 他今天也讲了 我不必要一定要守这个关卡 所以接下来如果人民币也放手 让它扁 香港是不是也继续让它扁 其实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如果连美国都不认为说 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区 因为川普其实也讲过话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香港就会不只有港元 遭受一些问题 我们可能台湾有很多 尤其是一些 比较高资产阶级的人 台湾很多有钱人 在香港的账户 都会考虑改放在新加坡好了 反正开新加坡账户 跟开香港账户 还不都一样 而且其实不只有账户的问题 而是其实台湾有很多有钱人 其实在香港是买保单的 因为香港的保单 的确它的条件比较好 而且就顺便买个飞机去 吃个大餐 然后买个保单 其实对它的资产配置 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 但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过去没有这些 反送中的这些问题 当它的独立关税区拿掉了 它的港元的地位不在了 也许你以为自己持有的是美元保单 然后好像不受影响 可是你要想清楚的是 你所持有的那一张保单 是香港的金融公司 它所发行的 香港的金融公司 是不是会受到整个影响 所以所有留在香港的资金 跟账户都会怕 所以就变成说 当它的那个关税 一旦保护不见了 其实货就出不去了 而且接下来就是 你可能转机都会被抓 人也进不去了 你根本不敢过去香港 那你敢把钱放在一个 你人可能被抓的地方吗 对 所以就货进不去 那你以后怎么去户头 看里头办钱办现金 对不对 所以台湾人要看清楚 台湾人有开香港账户的 更要看清楚 那以台湾的言论之自由的话 这样的法令 不止台湾人会怕 老外都会怕 一定会怕 而且其实香港 他自己也很清楚 就是香港人 就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他M型化非常严重 比较没有钱的那一群人 他就发现 即使是中国统治下 他也没有办法发大财 那为什么我还要让 这样的一个法令 来限制我的言论自由 所以他的确上街是在争取自由跟法治 可是对于有钱人 为什么这次也很反感 甚至其实有很多的公司的老板 他就直接说 我的公司要参与罢工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过去在香港或是 香港人要去中国经商成功 他不可能不贿赂 但是有这个法令 一下去 他就等于说 有一个贿赂的把柄 掌握在中共手上了 所以所有的商人 全部都是犯法的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清算 是的 所以这个你比较二战的珍珠港 跟这一次的香港 实际上这个21世纪的超限战 金融战很有可能是工坊的重点 所以二战时期 珍珠港改变了二战的命运 然后以今年的贸易战 跟金融战的工坊来讲 香港也可能类似珍珠港 对 现在就看美国 怎么看待香港这件事情 如果他开始认为说 这个独立关税区 应该要拿掉的话 我相信这个会是 中美贸易战往下一个阶段 包括可能是政治上 甚至是军事上 迈进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口 就类似二战的珍珠港事变一样 那香港这会不会是一条导火线 目前来看的确是 中国就是 另外开了一个战场 让美国去打了 对 而且我们可能会见证一场 完全不一样的香港的变局 那也因此香港内部的 反弹的声浪才会这么大 可是以昨天的游行 跟现在的进程跟发展来讲 这样的反弹 好像没有办法扭转这一个趋势 他们也很显然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些街坊 都可以发现说 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左右任何事情 但是他们还是要出来表达心声 那希望说至少有某一些条例 可不可以再改 因为也曾经改过 而且美国事实上也占香港的整体贸易 超过6.6% 所以一旦对美国出使 应该美国一旦对香港出手 特别是在关税或者香港关系法出手的话 那香港就可能真的会遭受到致命一级 他的贸易业会非常的惨重 但是其实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也很心痛 最主要的原因是 香港是任何的美国企业 在进中国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就是美国也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也必须美之大撤退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再见